火工大火工 来 这个是小是小的 品质非常好的 弟弟摸摸的 弟弟摸摸 但是品质好 肥子是不分大手的 弟弟摸摸是弟弟摸摸 你看把他品质都好 断下来的 这边是断口 对 断口没有的 这是哪个敞口的 后间不像后间 窥卡不像窥卡 你不要说什么敞口了 看到没有 这种地方就是小裂的 侧面还是有一些杂裂 堵一个箭头就行了 什么价 这个 我不都说 直接给你五千吗 五千 我如果还五百块钱 你会不会骂我 肯定骂呀 你要 你要误我会不会骂 肯定呀 那如果我给你八百呢 不要说八百 八却不行 一千吧 啊什么一千 你随便做一个佛工的 就几千了 做一个佛工的几千了 对 大概以下五千左右了 那得做出来嘛 对不对 你看 可以做出来呀 你看 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很冷静呀 隐隐约约看到是有一条 不知道是皮克裂 还是裂进去了 所以完了就是这一条了 这一条如果不进的话 出 哎呦 哎呦 五千啊 差一点就五千块 看看 如果那条裂不进的话 就是佛工机会就很大了 好了 不开玩笑了 一千五百块钱嘛 差不多了 你说做个佛工出来 能够值个三千块钱 首先我得把它堵出来 堵出来 我还得找人去屌 还要手工费 对不对 有没有道理 好吧好吧好吧 嗯 拿钱 一二三四十三十四十五 好吧 一千五 好 嗯 这个直接就往这边擦吧 然后把这个裂给它擦一下 看这个裂进不进 这个裂如果不进的话 那就大了 来 来 佛工 谢谢啊 目前来看呢 这个裂呢 是没有进去的 然后这一边开了大窗 种水啊 肉质都看得到 肉系总越老 一个佛工是没问题的 冰佛工嘛 不说像他说的卖个五千嘛 交五百块钱工费 两千块 我卖它三千块是没问题嘛